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全球性发展论坛 跟美国接触最紧密的西方馆家 基本不参加 那是因为美国不让他们来 美国在疫情期间 大家知道 匆匆搞起了民主峰会 也是两年办一次 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民主峰会 成了联合国大会之外 全球最大的两个论坛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是大家一起商量如何做事 民主峰会 则是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当老师 教导其他国家如何做人的学习班 世界各国 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打心眼里更喜欢哪一个 这还用说吗 中国迅速发展了起来 我们建起了世界走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 以及最密的港口 我们还建起了世界最多的发电厂水坝 以及从太阳能到风能等新能源的发电设施 拥有了世界密度最高的互联网基站 我们有了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基础设施需要迭代的欧洲国家输出相关建设资源的能力 而发展中国家最急需的就是从建设基础设施起步 追赶现代化的潮流 美国和主要盟友呢 则告诉发展中国家啊 说你们最需要的是民主 你们应该引入最厉害的反对派 像美国那样开展两党争斗 然后呢就会自然造出国家的现代化来 他们还教导发展中国家声称呢 一带一路建设的道路和发电厂是有毒的 会给那些国家带来灾难 他们以为啊 发展中国家都是可以随意哄骗的三岁小孩子 平心而论啊 中国的发展及国际合作都不是以反美为目的的 大家说我们是为了反美做这些事吗 我们真的啊 就是谋自己的发展 也谋世界的发展 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置于谋世界发展的合作之中 中国与谁都合作 在合作中我们挣辛苦钱 然后呢 把自己的利益像滚雪球一样滚蛋 包括呢 与美国和他的主要盟友国家 我们也是走同样的路线 因为非常务实 挣的钱都很干净 所以呢 美国压制不住 中国的发展也破坏不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网络 连他自己啊 也需要保留与中国的大部分合作 中国的对外合作呢 难免会有具体项目出现问题 遇到困难 但他们都是具体点上的问题 我们与世界 共同发展的大模式和大模技 则是生生不息的 一带一路的所有合作都致力于给世界创造发展的增量 美国拉盟友搞地缘政治屏障 则是呢 想保持其霸权利益的存量 世界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 已经连成了大网络 但美国还想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套控制世界 而且呢 他不再带来额外财富 总想呢 在这个过程中处处凯游 他怎么会不处处感觉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呢 所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都获得了合作发展的利益 并且呢 不因此被套上任何政治束缚 而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获得所谓的安全保护 都必然意味着被套上某种枷锁 甚至呢削弱主权 比如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外交表态 就得跟着美国跑了 过去可以做朋友 或者保持非敌非友关系的 只要美国要求就要变成对立面了 一带一路的最大魅力是平等合作 互利共赢 包括中国在内都是赚的 因为呢 他推动的事业就是发展 发展意味着对财富的创造 而且呢 发展是人类的天性 谁能把这种天性压下去呢 所以说啊 一带一路是思维的革命 也是国际关系的革命 他注定越来越红火 推动促成21世纪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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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